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祈祷。 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的话语, 在一朝早里面,在新的一年第一个的主日, 我们立定心志,很想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你的心意。 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今天可以有谦卑的心, 去到吸收你宝贵的道,帮助孩子讲解你的话语清楚明白, 我们一同去到领寿,祷告,奉耶稣基督命求,阿们。 《纳石遗记》《约书亚记》的四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这段经文,我三个月前提到的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我们今天一跳就跳到过约旦河的一段经历, 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里面。 我跟大家看看,其实这条叫约旦河,有点像元朗那些的河。 这条河就不是想象中那么美, 其实它的河藏又不是太深的一段河流。 以色列民要得地为业,就一定要过约旦河。 约旦河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生命重要的关口, 是应去知地的分界, 这个约旦河的存在表面上是一种困难或困苦, 但却是经验神迹和应去知地的重要里程碑。 百姓一定要过约旦河才能够继续前行, 否则只能够原地踏步毫无进展。 约旦河之所以可怕, 不是因为它很难过, 而是因为它作为分界两种领域的一个重要界线。 约旦河的这一边,也就是现在以色列民站起的那一边, 其实是一个安全区, 这个区域是自己熟悉的区域, 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里面加特, 半个马拿西的支派已经在这个区域里面去到安顿。 分界的另一边是一个危险的区域, 那里有一个不能够掌控的未来, 也不能够控制的敌人。 十二位探子告诉我们, 那里是一个巨人之地。 所以约旦河分界了安苏区和危险区, 分开了自己能够掌控的当下和不能够掌控的未来。 而在神的眼中, 那个掌控的当下不是祂所应许的东西。 那个肉眼能够看得到那个福气, 那个解决了两个半支派的土地, 不是真正的福气。 祂所应许的就是约旦河的另一边。 那个肉眼未能够看得到的福气, 那里才是真正的福气, 也是真正的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方。 以色列文的第二代还未经验过过红海的神迹。 即是他的父母就经验了, 不过他们已经过了身, 因为在旷野行走了四十年。 这样,这帮我们所谓的第二代信徒, 只能够由他父母的经验当中接收那种第二手信仰。 他们没有亲身经验过过红海的激情。 在这一刻他们会问, 到底我们父母所经验的上帝是否真的? 眼前的约旦河是否真的可以像红海那样分开? 神要求这帮第二代信徒第一手经验神的真实。 祂不期望我们只不过有第二手信仰, 祂不期望我们都能够离开父母、 为儿女所所建立的安树区, 向自己的危险区进发。 所以祂要求这帮第二代信徒, 首先到第一身地, 经验约旦河、过约旦河的神迹到底是怎样? 我略略了解这段经文, 带祂的上文下理究竟是怎样? 祂的上文其实就是三章十七字。 有一句话就是直到国民尽都过了河, 作为三章的结束。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字句就是第四章十一节。 有一句话就是众百姓尽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药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大家就会看到三章十七节就说过了河, 四章十一节又说过了河。 其实说了三章十一节之后, 我们就以为四章一节起就是过了河之后所发生的经历。 但是又再说一次, 在第十一节就说百姓尽都过了河。 我们翻查第一到第十节的经文, 你就会发现它不是说过河之后那段的经历。 它是说过河的过程当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很明显就是那个作者加插进去的这十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称之为红色哈拉的中段经文, interrupted verses, 作为作者的加插, 告诉我们究竟过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过河发生那件事, 其中一样最重要, 就是拿那十二块的石头有个河床上来, 纳石遗迹这个情况。 所以我今天也是用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要纳石遗迹就要认定蒙简选的身份。 一到五节。 刚才Panda读了这段经文, 就说明了简选的观念。 首先,若书雅吩咐要在十二支派那里, 每个支派选一个人。 以及吩咐他们在过河的时候, 在约旦河的中间, 选择十二块的石头, 并且选择每个人选择一块石头。 大家要留意, 选择的石头不是石春, 选择的石头是岩石, 就是很大的石头。 所以,要经过精挑细选, 你不能因为怕辛苦不能抬那些大石头, 你就选择一些石春。 其实不是, 其实是大的石头。 就告诉我们, 就要把石头放在他们将会住宿的地方。 以及这个石头要踏在肩头上, 它用钢在肩头上, 你就知道这个石头是很大和很重的。 简单来说, 就是每一个支派被选择的人都要选择一个石头。 你就会看到红色哈里的两个字, 其实都是有同样的观念, 虽然原文是两个字, 但它同样的观念就是, 你要选择一个人去选择一个石头。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文学的格式, 令我们想起的就是文数记那段经历。 文数记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起读读文数记的十三章第二节, 好吗? 来吧! 一、二、三。 规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简单地, 他们每支牌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 首先, 这班其实我们想起的就是选择那十二个探子的一段经历。 这些被选择的人都要走到那个应许之地那里, 去选择一些葡萄回来。 这个记载在十三章二十三节那里, 就说他们砍了葡萄树的一枝, 上面有一抽的葡萄, 要用两个人去抬才能够回来。 他还要抬那些石楼和无花果。 大家有没有试过去街市买菜, 你买的葡萄是要抬回来的。 其实我们不是用抬这个字, 我们是用抽那个字, 对不对? 所以你就能够想象, 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即是说那些葡萄大粒是你要抬回来。 给你一个感觉的就是, 特别在十三章二十三节, 特别我用绿色笔highlight那个字, 叫做用降台着那个字, 正正在这段经文, 我又用绿色笔highlight那个叫做 刚在肩上在原文, 原来那个动词是同一个字。 而且他会发现, 那个叫做简选的观念, 仍然都在这个简适的探子那里, 我们能够发现得到。 正如昔日十二探子怎么抬那些葡萄, 去证明那个应他之地的福气和真实, 这十二位被拣选的人, 都一样要在约旦河里抬那些石头出来, 去证明上帝的真实。 这样和十二探子的经验相似的吩咐, 就似乎很想解决了上一代那种遗憾。 我们都明白, 这个故事我们还记得。 就是昔日他们父母的信仰, 有可能因为不信, 而能够沦落到要有四十年行走旷野那段的经验。 大家能够明白, 那十二个探子有十个就看到那群巨人自己是炸眼, 他们就不肯进入那个应去之地, 因此上帝就要刑罚他们, 就要四十年行走旷野。 今天这帮第二代信徒, 却重新来多一次, 认定这个蒙简算的身份。 这个身份不是食老本的二手信仰, 不是延续父母的遗憾。 就算上一代失信, 第二代信徒可以走不一样的命运。 秘訣就是认定自己是蒙简算的身份。 上帝挑选我, 都要挑选那十二块石头, 挑选属于自己那一代的石头, 纪念自己第一手信仰。 这一段经文所在。 我今天介绍一个人兄给大家。 这个人兄不算太帥, 不过都可以。 他叫John Foster, 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 他1739年出生, 1817年过世。 他是英国出生的浸信会牧师。 他在1765年的时候, 就在一间浸信会牧会, 那间浸信会牧会, 叫West Yorkshire。 我曾经在英国乘车时, 转车都试过在这个站转, 不过他在大约二百多年前, 去到这个镇仔牧会, 收紧一个非常寒微的收入, 大概每个月就二十五磅, 英镑的收入。 他就牧养一个很小的群体, 因为是一个镇仔, 所以那群人都很熟悉。 由于他讲到非常出色, 他讲到很有魅力, 以及他的牧养都很到位, 所以整群村民都很拥大, 而且很喜欢听他讲到, 他的教会都不错, 发展得都不错。 有一天, 有一位穿着非常华丽服饰的达官贵人, 就去到他的教会听到, 听完道之后, 他就走了。 走完之后, 过多一个星期, 这位John Foster, 就收到一封信, 那封信原来是来自伦敦一间很大的浸讯会, 寄的一封信给他, 就诚意邀请他, 成为这间很大的浸讯会一位的牧师。 这间浸讯会就叫做Charterlings Baptist Church。 这样的浸讯会就愿意出他几倍的人工的价钱, 去到请他成为这间教会的牧师。 这位John Foster的太太收到这封信, 跟着他老公说, 老公是出人头地的一个好机会, 快点我们就要认, 你不要得失人, 然后就要过去过当, 去到伦敦那里做的牧师。 其实他老公也很心慾, 所以他听了他老婆说, 所以那些老婆不要乱说话。 他就听了他老婆说, 他就想着真的去这间教会做牧师。 就是他那一天要离开小镇仔的那一天, 他就收拾了包袱, 清空了他本来要住的宿舍。 两夫妻就拿着一抽二轮, 去到快走的时候, 整群村民去夹道, 去宽送他。 宽送的时候, 那帮小孩忍不住, 他就走向前, 去抱着这位牧师。 一群小孩就说, 牧师你不要走啦, 你不要走啦, 之类的。 然后, 那些小孩都这么勇, 那些大人就更勇, 走到牧师那里, 又求他, 不要走啦, 我们很需要你, 之类的。 那么, John Foster就跟他太太说, 哇, 这样子好像不太能走到。 然后, 就进去那间屋里, 去给予此商量。 商量完了, 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看到其实神都没有带领你走。 所以, 他们两夫妻就留在这间教会里, 拒绝了伦敦的邀请。 在那一晚, 他们两夫妻留在宿舍的那一晚, John Foster就作了这首歌, 那首歌的名字叫Best be the time that buys, 这首歌。 记录在《生命圣诗》翻译成中文, 我就试试唱给大家听, 请原谅, 我是会走音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 顾头那些都是那个年代的人。 试试唱给大家听, 福在爱主信徒, 彼此以爱结恋, 和莫相处, 同心合意, 在地与同在。 所以, 要立正遗迹, 要认定蒙简算的身份。 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眼前的利益, 加几倍的人工, 而我们把持不定, 前行无力, 或者我们经验不到上帝的真实, 就是我们对蒙简算的身份 是把持不定的。 今天, 上帝选选你, 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 而是因为他期望我们经验他的真实。 如果我们能够回应被选选的实况, 我们就凭信心, 选择属于我们自己的石头。 这个石头, 胜在了上帝的大能, 在那个不能掌控的危险区, 找到上帝的真实。 上帝选恩有堂, 上帝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预期就坐黑暗, 不如活出光明。 这是认定蒙简算的身份, 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元素,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要纳塞遗迹, 就要跟着约跪行, 第六到第八经文。 以色列文要过约丹河, 才能经验神所应许的加南地。 重复过红海的经验, 为第二代的以色列文, 经验了父母所经验的神迹。 就是在他们过约丹河的时候, 河水就断绝了。 我要手末解释, 过红海的时候, 有大风去吹, 所以河床干的时候, 就有两边两核墙, 就是那些海水断绝的两核墙。 但是过约丹河就不同, 河是向着一面流, 当约跪走到海中心, 下游, 水就全部流走。 所以, 墙只能够在一边, 不是两边的一种情况, 就在那里断绝了。 就是强调, 其实, 约跪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 经文刻意没有描述, 谁来抬这个约跪。 仿佛这个约跪, 给这个感觉, 就好像没有人抬都懂得自己走的一种情况。 以色列文只有做的, 就是跟随这个约跪的步伐去前行。 原来, 要经验神的同在和真实, 真的不需要很大伟大的本质, 也不需要假扮自己是属灵, 又或者是什么的伟人。 百姓只要做的, 就是和约跪前行的速度一致, 不真先、不懒惰, 和约跪一起就足够, 这种谦卑的听命。 大概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 我们就会看到A、B、B、A的一种这样的结构。 A就对A, 为什么? 因为石头对石头, 证据对纪念的一种这样的情况。 B就对B, 因为约跪对约跪, 约跪对约跪, 断绝对断绝的一种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就会看到, 其实那个石头是作为证据, 两次提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如果约跪在约跪当中成为河水断绝的一种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约跪代表象征神的同在, 才能选择到石头, 而石头能够纪念上帝曾经在这里做过的神迹。 若然我们不敢下去的河, 这个过河的过程很有趣, 就不同于红海的。 这个过约跪河更刺激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红海就是摩西身杖, 有一个大风, 然后吹开那个河。 那你吹开了你才下的, 这个是红海。 但是约跪河不是, 约跪河你下的时候还没开, 这个很有趣, 跟红海有些分别, 约跪河你要踩多两步才开, 约跪河就是因为你要约跪先走, 这个是很强调约跪先走, 然后你踩两步才开的一种这样的现象。 若然我们还没踩过两步, 那个河水都还没开。 有一次一位年轻人, 他说了他人生的格言, 他说我一生只能够做一些容易的事, 对于困难的事, 我总是找个理由把它放在一边, 他理直起庄, 就跟我们说他的理由, 就是他, 当然, 学校做考试卷也是这样的, 先做那些容易的事, 难的有时间才想, 通常都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交了容易做那些先, 所以他一生只做容易的事, 就不做那些难的事, 怕麻烦,怕困难, 做一些容易的事, 而放在那些难题不做, 确实是一个年轻人没办法掌重的经验, 就是羡慕别人的成功, 而看不到别人成功背后的困难和坚韌, 其实你就明白, 完全是世界困难的局面。 有一位心理学家, Villiam James, 他不叫陈国平, 曾经提醒我们每一个, 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说, 你每天做一两件应该要做, 但是你不想做的事, 你的生活会减少很多压力, 我再说一次, 你每天做一两件应该要做, 但是不想做的事, 明白吗? 你的生活会快乐, 和你的客力会减少, 对我来说, 那个叫洗厕所, 对有些人来说, 那个叫洗碗, 又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我的责任就是每个星期去租责他们, 他们的责任就是让我租责,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去到掌进, 以及要踏海, 踏河床, 不想踏, 但是你要踏, 这个很有趣, 很多时候我们重视自己的计划, 我们忽视了那个药櫃的同在, 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喝下去, 谁不知我们忘记做一个药櫃先走在前面, 这是重要的, 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生命的药弹河是什么? 神同在的信念, 到底在你的生命里有多真实? 这一点真的要问, 如果我们问, 我们就知道上帝要我们勇于踏前去到那个药弹河, 这是第二点, 第三, 要纳石为记, 就要同心遵命, 第九节, 是一节很特别的记载, 很特别, 很难解这一节, 就是说明了, 约书亚就将另外十二块石头放在河当中, 大家要留意, 这十二块石头, 就和之前纳石为记那十二块是两堆不同的石头, 之前纳石为记那十二块, 已经在河床里拿上来, 放在岸边的住宿的地方, 但是约书亚所说的十二块石头, 就在岸边放到十二块石头, 放到河床里面, 并且在第九节说, 直到今天, 那块石头还在河床里面, 令我们非常不能够理解, 究竟为什么要放在岸上的十二块石头, 放在河床里面呢? 是否因为拿走了十二块石头的河床, 就要塞在那十二块石头, 塞在那十二块石头呢? 因为你要明白, 日后的河水复原之后, 这十二块石头就被河水淹没了, 后人也看不到这十二块石头, 很明显就不是拿来做纪念, 因为人们就是看不到这十二块石头, 到底为什么要放这十二块石头呢? 答案就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很多解经家都解完我看完那些诗经书, 我都嘴渺渺渺的, 都不明白为什么, 我就讲一下我的解释, 可能我看完, 我都看回我的讲章, 我都有一些嘴渺渺渺的, 不过anyway, 我就先说了, 两次提到尊命的重要性, 在第九节的后面, 他就说等到, 就是那句, 等到耶和华晓语, 约书雅吩咐百姓的事都办完了, 还有那句就是, 照摩西所吩咐约书雅的一切话, 红色哈拉那两句, 这两句的说话就出现在, 放十二块石头去河藏这段经文的之后, 所以会不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 放这十二块石头的设立, 是为了让当时的百姓, 看到要记得尊命的重要性呢? 因为红色哈拉也是叫做尊命, 遵命你就知道, 放十二块石头, 约书雅叫你做, 放回去, 而将来盖过了, 你就真的会问一个问题, 约书雅是不是玩事啊? 做什么啊? 为什么要放回去? 你知道那些石头重不重吗? 都挺重的, 为什么要放回去, 后人又看不到呢? 唯独想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上帝叫你做,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做一些不切实的事情呢? 原因就是上帝叫你做, 上帝叫我做大了, 对啊,大了, 上帝叫你做, 做一些你不会因为别人眼光而做的事情, 或者那个果效, 就没有了, 就是好像完全非灰烟灭了, 但是你也做, 就变成了这个, 你就明白什么叫纯粹的遵命, 纯粹的遵命, 就不是遵命带来什么的效果, 而又不是遵命呢, 是因为基于一个更好的原因, 遵命的原因就回归的根本就是因为上帝跟你说的, 有没有看《盈禹公粮》? 没有啊, 我们不看这些事情, 是吧? 其实我看的, 有一次你知道那个主角叫魏英乐, 有一个叫乾隆皇帝, 有一次他们两个聊天, 那女主角就跟皇帝说, 说皇帝你这样做, 不是很合规矩, 那皇帝说了一句说话就是这样, 皇帝说了一句说话就是, 我做什么都合规矩, 我做什么都合规矩, 不需要经过你同意, 也不需要尊贞信奈利监, 也不需要在你的脑内想得合理, 才能够合理化命令的真实性, 那命令的真实性本身, 不是因为命令本身对你来说是不是合理, 而是法命令背后的真实性, 身份究竟是哪一个, 背后的身份, 既然那个豹豹豹豹的乾隆, 都说我做的事就是合乎规矩, 何况那个孟皇之王的上帝, 他那个身份压住的经验, 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情况, 或者有一天我就参与这个夫妇日刑, 大家有没有参与过, 十年前了, 很久没有参加这些事情, 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我们夫妇轮流蒙眼, 接着旁边的另一半就指示你走的路程, 大概是这样, 第一转就是我老婆蒙眼, 我就指去, 挺开心的, 接着就叫做拼傻瓜, 大家有玩过, 旁边的夫妇又在拼, 我老婆又在拼人, 一种这样的情况, 就是玩完了, 很开心了, 到蓝那边就要蒙眼了, 很蒙眼, 原来呢, 我觉得整个游戏是玩蓝那边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叫我走那个任务, 就是要下一个楼梯, 兜一个圈, 就上回同一个楼梯, 哇, 这个真是Mission impossible, 一种这样的情况, 那我蒙眼了, 接着我就看得出我对我老婆有多不信任, 就是, 拿吧, 接着我就很犹豫, 拿吧, 拿一级啊, 就是走前一步, 就是我怕我跌倒, 但是呢, 我调节一下我的心理状态, 我就心想, 老婆的说话, 怎么能够不信呢? 是不是? 在在当中的女士, 就是在在当中的男士, 你看看你旁边的老婆, 她说的话, 你怎么不信呢? 所以呢, 我调节我的心态, 我不信我的眼, 我信我的耳, 就是她的声音, 我就竟然很轻松地下到楼梯, 即是, 如果你很紧张, 用你的眼睛的话, 你迟迟都没这样下, 而且, 原来那个游戏呢, 原来是要比较快的, 其实我觉得, 夫妻仍然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 也挺考虑夫妻之间的信任, 也挺考虑如果那是上帝对你的声音, 挺考虑你对上帝的信任, 对不对? 放在河当中的十二块石头, 表示十二支牌都必须齐齐整整同心听命, 这个是重要, 还有, 他进不进那个药当河, 不是要经过投票, 咨询, 做一轮的讨论, 看看河藏究竟会不会有什么善失, 会不会击破苦润, 用不需要买保险, 而你才下那个河藏, 其实就是一个齐心的听命就足够了, 所以就是三点, 要纳石遗迹, 就要认定蒙简算的身份, 我们被上帝简算, 我们就明白, 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 就不是取决那个人工的倍增, 不是取决那个困难的多挂, 是取决于你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第二, 我们要跟从那个药贵行, 药贵是象征上帝的同在, 有那个同在, 你就敢于踏前那一步, 争夺那个困难, 去到前行要过这个药当河, 第三, 就要遵守那个命令, 那个命令看似不切实际, 但我们认定, 那个是上帝万皇之王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就能够前行在前面的路程,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这段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求你给我们贫信, 去到简选属于我们这一代那块的石头, 胜在着你很多的真实和恩典, 在这里我们努力发光, 在马赫宾中学里面, 在屯门的社区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是你交付给我们的和祥, 求主, 你给我们前行有力, 并且认定我们蒙你简选, 求你带领我们的祈祷, 在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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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